老鼠 我的名字叫鄧志宜系 來自西藏拉薩 是一名學習藏系的一個單行藝人 之前有人問過你記得你記憶裡面最早接觸藏系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說我自從有記憶以來我感覺藏系就一直伴隨著我 每當那時候有藏系的這個聲音傳過來的時候 我就特別的著急我想馬上去那個地方看 就是一種急迫 然後到那個地方我會有一種別樣的喜悅 大家第一個看到藏系可能就是看到的這個面具 深藍色那它可能代表的是勇敢堅韌 白色代表西 黃色代表增 黑色代表豬 紅色代表懷 每逢一些節慶它都是會進行演出的 藏系是第一批進入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誉的劇中 隨著追移的保護的力度的增加 特別是後期頒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 國家對於藏系的扶持力度每年都是在增加的 那從2018年開始 那從2018年開始 拉薩是文化局舉行了拉薩藏系演出季 然後至今就是每年夏季舉行這個藏系演出季 在2016年正式開始拜師學習 然後走上了藏系演出的一個道路 我跟我們藏系團去過的地方太多了 在2017年我們在民族文化公演出 當時是時任文旅部的部長 然後親自來看了會和我不是有座談嗎 部長還參加座談 所以那次的這個記憶是非常深刻的 去到武漢 我們去參加了文旅部主辦的南方戲曲會演 當地的這個文化主管部門 然後一聽到就是藏系來了 是西藏的團就非常非常的重視 小到食宿方面 比如說你們吃飯是不是能夠喝胃口呀 非常的貼心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們的藏系團 他其實是經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發展變化的 演員的平均工資的一個增加 這是一個非常懸著的一點 第二個呢 演出場子的逐步增加 第三個 各種非夷活動的增加 比如說我們現在除了日常的演出 我們還有非夷進校園 非夷進社區 因為像這種活動的普遍的增加 其實是對藏系藝術的這個傳承 特別是對藏系藝術的普及 它是有很大的一個作用的 之前大部分的受眾群體都是中老年 近十年來 非夷的普及的這個活動增加之後 受眾呢 開始有了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變化 特別是像一些大學生群體 青年群體 開始在我們藏系演出的這個 就是觀眾層面開始出現 然後特別是 就全西藍自治區群眾藝術館 開設了一個少兒藏系班 是免費的 很多青少年 開始去傳承藏系 到了今年 有幸登上了央視總台的春晚 我們那個節目叫做《永恆的史詩》 我們在春晚的後臺 我們跟全國各地的 非常優秀的表演藝術家 非常優秀的非傳承人 一起交流 傳承不僅僅是傳承人的事情 關注它 這就是傳承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多多關注藏系 關注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的優秀文化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哦哦哦哦 好奇兽 似了哦哦哦哦哦呦哦 哇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